請問一下 你有小孩嗎? 有,我有兩個小孩 一個六歲,一個五歲 有,我有一個小孩 現在五歲 國一 國一了喔?那滿大的 那他會送你母親節禮物嗎? 他們現在還那麼小,可能沒有辦法送我禮物 但是學校會要求他們要寫母親節卡片 應該是有啦,學校都會做一些 就是一起做一些禮物送給媽媽 可能學校會做卡片吧 我今天問了好幾個都是說 學校會做卡片 他有送過你母親節禮物? 卡片 從小到小就卡片而已 那請問一下你的職業是什麼? 我做早餐的 做早餐?做早餐很辛苦 是真的蠻辛苦的,因為要很早就起來了 你們做早餐是不是要長時間站著? 對,對,沒有錯 那對腿部的負擔是不是很大? 就是常常會覺得腳都很髒 然後很酸 可是問題是你在服務客人又一定要站著 不能坐著 我現在是全職媽媽 全職媽媽? 那一整天都在幹嘛? 哪來的屁孩? 全職媽媽喔,就是送小孩上學之後 就打掃家裡啊,然後做做飯啊之類的 聽起來好像蠻輕鬆的 會嗎?做家事也是很累的 收東西啊,小孩每天都有撿不完的玩具啊 對啊,比出去外面散步可能走的還更多 你現在職業是做什麼的? 呃,我也是一名教職員 教職員的話,是不是要 可能要長時間站著啊或是怎麼樣? 呃,對耶,我們一天的上班時間 有可能一站我們可能就會站四五個小時左右 哇,四五個小時很長耶 如果長時間站著 會不會對你的腿部造成很大的負擔啊? 這當然啊,因為你回到家 你還是得要繼續照顧小孩啊,爬樓梯什麼的 所以這樣子工作,然後再加上就是家務這些 當然是腿部一定是會疲勞疲憊 痠痛之類的都會有這些狀況 那我們今天有一個問題啊 就是我們給你三個選項 然後你去幫我們選一個 你會最希望說小朋友送你的母親節禮物是什麼? 好啊好啊,哪三個? 呃,第一個可能就是化妝品 然後保健食品 跟泡腳機,你會選擇哪一個? 我想選泡腳機耶 為什麼會選泡腳機? 因為我們每天一大早都出門啊 然後賣早餐真的好累 站整天的 回去又沒有人可以幫我們按 那我覺得有泡腳機應該很舒服才對 我應該會選泡腳機吧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我在家這樣全職麻麻麻 站整天的 然後也是要勞動啊走來走去 然後到下午就會覺得腳很脹 所以我覺得泡腳機我還蠻需要的 我覺得泡腳機應該是我現階段最需要的產品吧 因為一聽到泡腳機就是可以讓腿部就是按摩啊 然後讓它那個梳火啊 關節腿部的一些疲勞疲憊吧 沒錯,辛苦的媽媽們最需要的就是 日虎自動滾輪泡腳機 超高筒身可以泡到小腿肚 自動滾輪按摩超舒服 勞動一整天的疲憊瞬間消失 母親節還不知道要送什麼嗎? 趕快上都會新貴購物網 現在買還送泡腳包喔 祝天下的媽媽們母親節快樂 OK OK OK